厨师待人皆无 一定要记住 谦虚 决定不犯 自占回答 自己赞叹自己 毁谤别人 使菩萨戒经 终结 凡王菩萨戒经里头 有 余切戒本里面不但有 摆在第一条 决定不可以自占回答 我们自己要做 但是有一些同学 对法师 攻心 赞养 赞骨头了 说这个 这个法师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什么佛在来的 这个不可以 这太过分了 过分就是造罪业了 那不是赞叹 那是造罪业 自己造罪 这法师跟着你牵连 也要受罪 这自害害他 我相信 谁都不愿意做的 但是这些事情 明知 故犯 或者你真的不知道 我赞叹老师还会错了吗 我把老师比成阿弥陀佛 我们讲经也常常是这么说法 要看一切众生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 这不是这一个人 像海鲜老师 有一天晚上烧香 烧了十几只香 都插在香炉上 插满了 第二天有人问他 师父 你怎么烧这么多香 他告诉人 我昨天晚上 睡觉之前 看到 床上床下 门里门外 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烧这么多香 那是称赞众生 没问题 不能说我是阿弥陀佛了 这不可以 这大妄语 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 这都不可以 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 中国 故事后老子 他说他有三宝 三宝是什么 千世 借解 不敢为他人行 那是圣人 不是平常人 孔子是圣人 老子是圣人 大圣大贤 没有自己表白自己 你看千世 借解 什么事情 推在后头 不敢在人前面 那这个三宝 就是他 除世待人的心态 我们要学 我们是反复 诸位一定要知道 净空发死 不是佛菩萨 净空发死 不是神人 仙人 净空发死 是个很普普通通的人 再告诉大家 没有佛报的人 也没有智慧 我要有智慧 有佛 有佛报 我这一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一生没有道场 没有信徒 人家说我信徒很多错的 那不是信徒 因为我们用网络 用微信电视 将近 这得利于 在家局势的帮助 他们做的 我的现场 没去看过 那网络就更不知道 那是电视前面的听众 听众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我跟听众 没有往来 我不知道他姓神 名谁 我一生从来 不记别人的名字 不记别人的地址 也不记别人的电话 所以我没有电话 我希望我过得清净一点 一个人 一个小房子 可以这笔风雨 租了 今年 八十九岁了 八十九是什么意思 随时可以走 不是明年还在不在 明天还在不在 都没有一定 这是四十真相 所以 讲经 是我一生的爱好 我现在 专讲五两首经 专修念佛法文 唯一的希望 就是早一点 希望佛来接应我 我就走了 我毫无牵挂 我看到佛 我就会跟他去了 没有别的希望 别人公为 哎呀 你老人家一定可以 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是骗人的 那是假话 可不要当真 一三 我没有怨恨过人 这真的 啊 毁谤我的人 照骗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我都感恩 为什么 他帮我笑眼唱 他帮我送佛会 所以我每天 讲经拜佛 都回想给他们 啊 我供他们的拜会 啊 希望这一生 没有怨恨的人 啊 没有对不起的人 啊 初初 我都退在最后 我没有站在前面 啊 年岁大了 什么活动 我都不能参加了 啊 现在有一个方法 别人找我 我给他录个十分钟 录个十五分钟 啊 啊 祝福他们 恭喜他们 啊 录一个小光点 啊 他们的活动场所 播放一下 啊 这是我的印筹 啊 其他的事情 老师念福 念念求生 净土 是真的 啊 啊 你 陶佛